大家好 歡迎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是影子 我們現在又要來玩神域召喚 那今天的影片呢 應該不會很長 我只是要介紹一下現在 快打旋風活動的第二波召喚 就是有肯還有卡琳 應該叫卡琳 肯跟卡琳的召喚 然後我們要來抽三次 十連抽 其實我已經抽了三次了 你看這邊已經沒有折價了 我前面抽了三次 結果保底出了卡琳 然後也沒有拿到肯 也沒有拿到沙翼龍 其實我最想要的就是沙翼龍 那其他兩隻 我覺得並不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沙翼龍我覺得 在榮耀競技場會有很大的幫助 應該可以用得到 但是我目前都還沒抽到 我之前春莉跟 倩咪的那個召喚 我抽了60抽 也就是兩次保底 剛好兩次保底是不一樣的 運氣還可以 但是也是沒殺一龍 那這一次呢 我第一次保底是抽到卡琳 那我們來看一下等一下會抽到誰 先來做一下角色介紹 我覺得兩隻都並不是非常的重要 卡琳 他的技能我覺得一般般 他是給予附近的 給予近距離敵人一名 所以就是打最近的敵人 威力4 本刃成6 6424 240%的光屬性物理攻擊 護盾封印三回合 護盾封印三回合 護盾封印對人類有效 他只有人類 所以呢 他護盾封印只能打得了路加吧 其實如果只封印護盾人類 我覺得並不是非常的有用 因為實在是太少了 就一個種族而已 搞得這隻感覺並不是非常重要 這隻我覺得 就算抽到我可能也不會練 因為實在是不需要用到他 如果要打路加的話 其實有很多很多其他角色是可以打 像那個什麼 九吞啊 可以降路加的防衛力的那一種 其實比這個護盾封印 還來的有用我覺得 降低他防禦力 然後再裝備一些詛咒的裝備 其實就OK了 那 另外一隻肯的話呢 我覺得比卡琳還好一點 肯的話用處我覺得比較大 他是給予魔法攻擊力最高的 敵人一名威力30%x8 8-3-24 一樣是240%的 火屬性物理攻擊 然後物理防禦力下降30% 3回合 火傷3回合 火傷對人類精靈亞人有效 這個種族就比較多一點 然後呢 這一隻我覺得跟不知火舞配起來還不錯 因為他又有火傷 然後不知火舞一樣是打 火焰攻擊打在魔法攻擊力最高的敵人身上 所以這隻如果配不知火舞的話還不錯 兩個招式會打在同一隻身上 而且他又是火傷 所以對魔法攻擊力最高的敵人呢 造成傷害是蠻大的 而且一般在 像在競技場裡面 很多隊伍會選擇切中路 切中路是什麼呢 就是打魔法攻擊最高的敵人 從法師開始打 大部分的競技場隊伍都會這樣子排 因為前面坦一般都是超級坦 然後打後面的話呢 角色有限 所以一般都是玩法師隊 然後就切中路 所以這隻拿來切中路還不錯 而且他又是迷霧抗性 所以可能 有一些降臨會非常好用 請為什麼一直卡彈老人彈嗎 等我一下我喝一口茶 好我們現在就來抽啦 殺意龍上次介紹過 現在就不用介紹啦 拜託第一次 希望第一次就出了殺意龍 如果第一次就出殺意龍 我可能就不繼續抽 那個肯 不一定要有沒關係 拜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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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意龍 我昨天晚上是自己先抽了一下 就把那個折架都抽掉了 因為 他是在我這邊半夜2點的時候更新的 那個召喚出現了 喔有羽毛 所以我就忍不住自己先抽了 結果沒有抽到 拜託有羽毛 有可能有喔 可是羽毛就是 比較大的機會會有 哇羽毛不會是剛剛那一隻吧 最後一隻 拜託 完了 欸還有還有還有 嚇死我完以為沒了 殺意龍 啊 最後一個是這個喔 Shit 這樣有羽毛幹嘛勒 唉 果然運氣沒那麼好 我真的覺得我在 召喚這種活動召喚的時候啊 最強的那隻角色我通常都抽不到 沒有羽毛欸 沒有羽毛可能就不會有 我覺得 直接skip 哈哈哈哈 唉果然都是垃圾 好啦真的要抽最後一次啊 鑽石花光光啦 那如果再沒有殺意龍我也不打算再抽了 這遊戲我實在是 花太多了 那現在我盡量不花那麼多 慢慢來吧 沒有殺意龍的話 也OK啦 不知道這樣講他會不會真的給我 沒殺意龍就算了對不對 就算了 就算了 我們心裡要講就算了 就算了這樣子他就會給 來吧 Fuck沒有羽毛 不要給我戳到重複的卡琳喔 至少也給我肯吧 不要卡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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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卡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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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我真的有 我真的有預感他會給我卡琳啦 啊 shit shit我就知道 唉 剛剛那個沒有羽毛我就感覺會是重複角色 好衰啦 我又回去非洲當酋長了 唉 好啦 註定跟殺意龍無緣 接下來我應該不會再抽了 沒有殺意龍 不一定要有啦 只是有的話會對PVP有點幫助 就專門殺有藍毛的隊伍囉 而且殺意龍配我的 消魔女還不錯 消魔女也是打暗屬性耐性最低的人 唉 沒抽到 然後另外一個要跟大家講就是 魔之水晶 因為上禮拜沒有錄到影片 我上禮拜有錄荔枝水晶 那這個禮拜錄一下魔之水晶好了 魔之水晶呢 他這個 瑪娜都是最大罐的 所以我覺得要刷的話呢 我覺得最划算最划算的就是 每個禮拜天刷魔之水晶 因為上次的影片拍荔枝水晶 大家有沒有發現他的馬納是中型的 他不是大瓶的喔 他是中瓶的馬納 雖然馬納給的非常少 那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記得有幾關也是給大瓶 但是有一兩關也是給小瓶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你打的時候呢 他是寫大瓶還是打小瓶 而且呢很奇怪就是 每一次的水晶啊 他的第五層 第五層的馬納都會給八瓶 比最後一 比第七層還多 所以我們來打一次給大家看 我們打第五層給大家看 他很奇怪 瑪娜會給八瓶 在第五層的時候 所以呢 如果你缺瑪娜的話 你可以 考慮刷第五層 那如果不缺的話呢 第六層跟第七層一樣 都是給六瓶 不知道為什麼他第五層 給比較多 這蠻奇怪的 那禮拜天的魔之水晶呢 他會掉所有屬性的結晶跟 那個石頭 所以我真的覺得是刷禮拜天的最划算 他瑪娜又是大罐的 然後又會掉所有屬性 打魔之水晶很簡單 呃就是全部帶物理攻擊的 然後你盡量要挑選 有減物理防禦力 像 像藍子啊 他的專武可以減 敵人的物理防禦力 或者是呢 如果你有春麗的話 春麗他也會減物防跟魔防 所以有這種 啊!忘記給大家看瑪娜了 Shit!我點掉了 再打一盤 所以兩隻其中一定要放一隻上場 然後其他的呢 就盡量選擇 像黑天啊 降機啊 飛虹這種角色 是可以打很多下保在同一人身上 這種角色呢 會對水晶造成更大的傷害 還有就是 橘毛啦 橘毛也非常多人用 因為橘毛是配籃子 或者是配 那個春麗的 因為他們都是後排 然後橘毛可以幫他們增加傷害 然後橘毛另外一個好處就是他的 專武跟他本身技能都是打後面三個敵人 所以一定打得到水晶 還不錯 那魔之水晶又比荔枝水晶好打一點 因為魔之水晶他旁邊的兩隻小兵跟他是站在同一排的 那荔枝水晶呢我上一集 拍荔枝水晶的時候講說 荔枝水晶的小兵是站在後排 然後水晶本身是站在中間 所以變成不是銅牌就 打不到 除非你調那種打後面三人的 或打前面三人的 裝備才打得到水晶 有沒有 這邊給八瓶 超奇怪的 所以呢 如果你缺瑪娜的話可以打第五層 但是他其他東西給比較少 他這邊是給四個有沒有 其他東西給比較少 但是瑪娜就給八個 那我們現在來打第七層 給大家看一下他掉什麼 第七層我沒記錯的話 他寶石是給... 六個吧 剛剛是給四個 第五層是給四個 第七層應該是給六個 但是瑪娜是... 瑪娜只有六瓶 奇怪今天怎麼老人談那麼多 我已經有一隻在喝水了 奇怪 我昨天剛開始玩魔物獵人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今天玩了一下 今天打暴龍 然後... 被暴龍幹掉三次 然後好不容易快把他打死的時候 他給我跑掉 他跑掉是從地圖中間跑掉 就不見了 超賤的 就不見了 他挖地道 然後挖的時候 旁邊就顯示說 暴龍已經離開 我打超久 他給我偷跑 超賤的 我覺得魔物獵人 獵人世界這個遊戲 真的要跟朋友一起玩才好玩 然後要一起獵殺 不然自己一個人打 實在是有夠難打 唉...我剛剛浪費了9000鑽 天啊...心痛 9000鑽我什麼都沒抽到 因為卡琳是重複 唉...9000鑽就這樣不見了 沒有這個... 封印水晶紅 碎片呢 這邊是給16個 剛剛第五層是給10個 然後呢...這些... 技能水晶 這邊是給6個 剛剛是給4個 但他不一定每一盤 是所有屬性都掉 那像我這一盤的話 就給3種屬性而已 因為...有時候要看運氣 他不是不一定每一種都會掉 然後有沒有看到 瑪娜就是給6坪而已 很奇怪 應該是越後面越多坪才對 可是他第五層... 就每天的水晶都一樣 不管是大坪小坪的瑪娜 他第五層都是給8坪 然後第七層都是給6坪 所以這點大家要注意一下 不過我還是會打第七層啊 因為畢竟別的東西給比較多 瑪娜少兩坪...其實也還可以 好...今天影片先錄到這邊啊 並沒有太多要介紹 我只是為了來抽一下... 抽一下那隻角色 結果也沒抽到 然後他還給我重複 氣死我了 呵呵... 那我們下次再見 各位再見 掰掰